我们先来介绍什么叫做温度 日常生活中我们说 负16度C、10度C跟35度C 用来代表冷热的不同程度 而这种代表物体冷热的程度 我们就叫做温度 再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名词 定性还有定量 定性是讲物体的性质 比如说热水它温度比较高 冷水温度比较低 这个叫定性的描述 没有讲出一个数值 可以代表温度多高或者温度多低 再来是定量 定量就包含了数值的大小 比如说我们在描述热水的时候 说出它的温度100度C 这个就定量的描述 有数字 而5度C的冷水 这个叫定量的描述 第一小点 冷热的感觉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不同的人感觉到冷热的程度 也会不一样 而且就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对冷热的感觉也不会相同 所以我们才发明了温度计 用客观的数值来测量温度的高低 人类很容易感觉疲乏 看这个例子 这是国小的实验 三杯水有冷水 温水跟热水 如果手指先放冷水的时候 再放温水 因为刚刚是放在冷水中 感觉到冰冰的 你现在放在温水的时候 就会感觉温水是热的 但是如果手先放在热水 然后再放到温水的时候 会感觉温水反而是冷的 第二小点 人类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范围非常的小 而且对很微小的外界温度变化也不敏感 所以我们用其他客观的仪器来测量温度 比如说烧红的铁温度几百度 沸腾的水100度C 还有干冰零下78度C 这些过热或者过冷的物体 人类都不可以用手直接来试探 第三点 那我们来介绍 适合做温度计的材料 好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灵敏度要高 因为冷热所产生的效应要非常明显 就热脏冷缩要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知道 体积最容易变化的状态是气态 这来是液态 这来是固态 待会后面我们再仔细的解说 这来第二个影响原来温度的程度要小 也就是说当温度器的材料 它的质量跟体积不可以太大 以避免跟物体接触的时候 会改变物体原有的温度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球是带测物 假设它原来的温度是50度C 而温度计假设它的温度 就室温25度C 物体温度比较高 会把能量示范给温度计 所以温度计的温度会上升 这个叫热平衡 下一节我们会学到 而这个温度计 质量跟体积比较大 这温度计质量体积比较小 这质量体积比较大的 它会影响带测物温度变化的程度 就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 这种温度计跟带测物接触的时候 带测物50度C下降的程度会比较多 老师用这样表示 如果这个温度计质量跟体积都比较小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影响到带测物的温度 所以带测物的温度50度C会下降的比较小 所以做温度计的物体 它的质量跟体积不可以太大 再来第三点 平衡时间要短 就是非常容易热胀冷缩 而且体积膨胀跟收缩 非常的均匀 当跟其他物体接触之后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热平衡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水银 水银是一个非常好的材质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耳温腔 所有物体都会由表面发射出红外线的能量 红外线是一种热源 它也是一种电磁波 未来高中会学到 越热的物体就可以发射出越强的能量 而为什么用耳温腔测体温 因为我们的体温控制中枢 就是脑下垂体 在国中是不讲脑下垂体 在国中体温控制中枢 就讲脑干 因为耳膜跟耳骨 位在头骨靠近我们的体温控制中枢 而且充分得到颈动脉血液的供应 所以人体的核心温度 如果有任何变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骨膜的温度表现出来 所以耳温腔就是用红外线去测量 来自骨膜所辐射出来的热量 温标的换算 温标有三种 摄氏 华氏 跟凯氏温标 其中凯氏温标在高中才会学到 水在冰点的时候摄氏是零度 华氏32 凯氏温标是273.15 在沸点的时候摄氏100 华氏212 凯氏温标多100格 373.15 如果在某个特定温度的时候 旋柱上升的高度都一样 这个刻度是人尾定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例关系 来做这三种温标的换算 这边100格 这里也是100格 这里是180格 100格里面占了T格 100-0 占了T-0 在凯氏温标 这里是100格 占了大T-673.15 而华氏温标 有180格 占了F-32 这边看这只小手 如果用水来当温度计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看这个图 重坐标体积 横坐标温度 水在4度C的时候 体积最小 所以4度C以后是热胀 4度C以下是冷胀 所以水在4度C附近的时候 温度会测不出来 因为会热胀冷胀 好 下面这个课外补充 讲一下温标 华氏跟摄氏的由来 OK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自己看一下 好 我们来做范例 第一题 30度C是多少度F 好 老师再讲一次哦 不要去带公式 不要带公式 然后我们用画图 来解题 来 度C 左边度F 0到100 这个是32到212 对不对 好 现在30度C在这里 30度C 100格 占了30格 100格占了30格 好 在度F的话 他是180格 占了 占了X X 这个X的话 是从32开始的 32到X 所以占了X 减掉32 好 所以我们可以写个关系式 来哦 100 占了30 等于就相当于180格 占了X减32 然后我们来计算 然后我们来计算 很简单 这都可以约掉 约掉约掉 对不对 所以X就等于 3乘以18 54 54加32 所以86 好 所以答案86 度F 好 算法都一样哦 来 这个也是 一样 度C 度F 100 0 32 到212 好 现在呢 122度F 在这里 好 那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多少 来 180格 占了 122减32 占了90格 我等于占一半 好 这边是100格 占了X 0到X 所以还是X 好 所以我们列一个式子 180格 占了90格 好 相当于100格 占了X 好 所以X就解出来了 2分之1 所以50度C 好 第三题 老师用另外一种方法 解给你看 你们可以学看看 这方法 应该还不错 来看 负40度C 是几度F 好 照理说 你看这里 看这个图 在0度C 以上 杜C跟杜F 他们的读数 不可能会一样 可是在0度以下的话 是有机会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种算法叫金字塔算法 你参考一下 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杜C 这边是杜F 好 0度C的时候 这边是100度C 32度F的时候 这边是212 现在负40度F的时候 这边一定是负X 一定是负X 因为是0以下 好 那我们可以用比例法 那你看一下 这里100格 这里180格 对不对 这里几格 这边有个0 所以32到负40 占了72格 所以这边会有X格 X格 0到负X 总共有X格 好 所以X格单位 再来我们利用 那你看到 180比上100 这里相当于72比上X 好 你就可以来消了 消掉消掉 9 5 对不对 9比5 72比多少 9变72 是不是乘以8 98 72 所以这边也要乘以8 所以X出来 X是40 X是40 好 所以是负40度C 好 这个方法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还蛮 算起来还蛮快的 好 下一个重点 我们来介绍 常见的温度计 好 第一点 原理 利用物质的热胀冷缩的性质 来测量物体冷热的工具 好 这个我们叫温度计 好 可以用的材质有来 膨胀跟收缩 胀缩比较凝敏的程度 来物质有三态 我们知道气态 它的胀缩程度是最明显的 气态 再来是液态 最后才是固态 分别帮你介绍 这三种材质所制成的温度计 好 我们先看第一种 固体温度计 它是所谓的金属负片 好 这个负片就是两种以上不同的金属 我们叫负片 在国中的阶段 我们只用到这两个金属 铜跟铁 好 膨胀率 铜的膨胀率比铁还要大 好 可是你要知道 所谓的膨胀率 这边就会有所谓的收缩率 收缩率也是 铜就会大于铁 越会膨胀就比较容易收缩 也就是说它体积比较容易变化 好 各位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你要操一下 来 这个固定端 然后这边有两个金属片 铜跟铁 当你温度 好 T是温度 当你温度上升的时候 铜的膨胀率比较大 所以当你温度上升的时候 铜会拉长 体积会变大 铁体积会变大 可是铁的体积变大的比较少 好 这个很像国一生物学过的那个生长数 很像铜这一端 生长数比较多 所以它会这样弯 会往下弯 就会变朝下弯 好 铜里 当你温度 如果下降的时候 你温度下降的时候 铜的收缩率也比较大 所以变往上翘 铜收缩的比较多 铁 它长度变化的比较少 就缩短的比较少 变成往下翘 所以 负片可以利用它温度不一样的时候 膨胀率跟收缩率不一样 所以它会往某一方偏转 就可以用来指示温度 好 右边我们看到这个装置 这个是日光灯里面的那个开关器 好 这个箭头代表电流 有电流的时候受热 所以往左边偏 那如果把那个电灯的开关把它关掉之后 温度一降低 温度降低的时候 为什么往右边跑 往右边跑是因为右边一定是收缩率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铜片 铜片在这里 左边的话就是铁片 铁片收缩率比较少 所以温度一降低的时候 往右边跑 这个就分离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液体温度计 好 第一个水银温度计 它容易传热而且热膨胀很均匀 凉度会比较准确 它测量的范围是在零下37度到357度之间 所以它比较适合较高的温度 好 B点酒精温度计 这个酒精中如果我们要加入红色的染料 因为酒精它没有颜色 水银是阴灰色 可以直接观察 但酒精没有办法 要把它染色 它凉度的范围大概零下114到78度C之间 所以酒精比较适合测量比较低的温度 好 再来体温计 测量人体的体温 是玻璃做的水银温度计 或者比较环保一点 我们是用酒精温度计 好 它量测的范围大概是30到50度C之间 所以小心 它不可以用煮沸的水来消毒 它只能用酒精去擦拭 没问题 只能用酒精擦拭 好 看这只小手 其设计在玻璃管的底部 会特别的狭窄 而且有少许的弯曲 它主要目的是避免管内的水银会自动下降 好 这个可以看它旁边的图 好 租点 水温度计 它使用的范围 只有在两个地方 不是0到100 0度C到4度C之间 还有4度C到100度C之间 所以它的使用性并不高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水在4度C的时候体积最小 所以水在4度C以上是热胀 从0度到4度C它是属于热缩冷胀 这个没问题 所以可以测量范围有这一段 0到4度C 还有4度C到100度C 这边我们看气体温度计 A点 有色水柱平衡的时候 屏内外压力是一样 好 这个有个细的 非常细的玻璃管 好 这个有个有色的异滴 就是水把它染色 好 外面有大气压 大气压力往下 里面的空气也会产生压力往上 把它顶着 所以这个有色异滴 会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代表两侧 内外两侧的压力一样 好 现在你如果把它加热的时候 你把它加热的时候 里面的气体分子 就运动碰撞 一碰撞就会产生压力 所以一加热的时候压力变大 这个水 有色的异滴 就是这个水柱 这个水柱就会往上升 好 所以温度升高 异滴 就会往上 温度降低 一滴就会往下 但是它太灵敏了 所以这个实用性不高 而且你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密封 这个气体会跑掉 所以实用性非常低 第三点 使用温度计的时候 温度计跟代测物会接触 直到温度计上的刻度不再变化 这个叫热平衡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学到 此时温度计的毒素 就是代测物的温度 好 第一点 如果温度计测量比较高温的物体 则测量子会比实际子还要怎样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温度计 好 这个是灰色 这个是物体 如果说温度计 测量较高温的物体 原本这个温度高 老师写个T高 温度计温度比较低 老师写个T低 好 在热的传播的时候 你先记一下 热会从高温传到低温 有热从物体然后传给温度计 最后两个温度会一样 所以你测出来的温度会比它实际值还要怎样 还要低 因为物体有一部分的热量 转移给温度计 所以比较低 比较小 好 那如果是测量比较低温的物体 好 这是低温 温度计反而温度是比较高的 好 所以热会从高温传到低温 所以有一部分的热量传给了物体 所以你测出来的温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